5、4、3、2、1 咪咕音樂四季和你 在一起 深圳的朋友們你們好嗎 各位晚上好 哇 歡迎各位是的朋友們 這裡是第八屆中國移動無線音樂聖典咪咕會 星光大道的現場我是明明 各位好我是楚喬 今天我們看到真的是我們這場聖典萬眾矚目 萬眾期待 我看到很多粉絲朋友提前已經在這裡排隊了 各位粉絲朋友們掌聲尖叫聲在哪裡 尖叫 哇 大聲地告訴我們你們都是誰的粉絲 哇 喜歡的音樂人太多了對不對 所以今天呢再過一個半小時 我相信大家這個夢想就會實現呢 因為待會兒呢 我們今天由中國移動旗下專業音樂機構咪咕音樂 以及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廣東有線公司 以及深圳公司為您共同打造的第八屆 中國無線音樂聖典咪咕會 今天要帶我們身後的深圳灣體育場隆重開演了 是的 雖然說今天的深圳呢天氣非常的寒冷 但是我們看到大家的心裡都是非常的火熱 因為馬上呢我們要迎來一場2014年華語流行樂壇的嘉年華會 因為今晚呢我們將會搬出31個獎項會有華語樂壇的25組的頂尖歌手閃亮登場 另外呢也提醒所有的粉絲朋友樂迷朋友 你們今晚絕對不會落單 因為今晚的主辦方呢非常貼心的設計了很多與粉絲互動的環節 提醒大家趕快跟我們互動起來 首先呢大家看到在我們的紅毯這邊呢有很多非常可愛的我們的咪咕人偶 提醒大家在進場的時候呢可以先和我們的咪咕人偶來合影拍照 那麼待會呢所有合影的照片都會出現在我們場內頒獎典禮的大屏幕上 所有人都會看到 是的 而且呢我們也看到這是中國移動無線音樂聖典咪咪咕會首次移師到深圳來舉行 所以呢廣東移動和深圳移動也特別準備了很多的豐厚好禮給大家移動用戶趕緊仔細聽好 沒錯 因為今年呢咱們中國移動包括廣東移動取得了非常優異的成績 我們中國移動4G商用第一年呢在年底即將突破70萬4G的基站 包括7000萬4G的用戶 而我們廣東移動竟然也突破了4G客戶數超越了千萬 所以說在咱們廣東可以講這個廣東移動的4G網絡是百分之百 覆蓋到我們廣東的任何一個角落 我們兩個也是4G的粉絲 對 所以我們看到如果您跟楚橋和明明一樣也是4G忠實的粉絲的話 那今天晚上呢在我們的晚會大屏幕上會有兩個二維碼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好 那第一個二維碼呢廣東移動的用戶只要您掃描一下 就可以即刻享受到一份尊貴的禮物是什麼呢 就是全民流量免單聖誕三碗任丸 是三碗 你確定 對 好厲害 同時接下來說到我們進場之後可以掃描第二個二維碼 掃描之後呢各位可以獲得我們咪咕音樂的歌曲曲庫 以及所有的MV資源給到大家 哇 說得太好了 那另外呢還有就是針對我們的深圳移動用戶的 只要您這個進入咪咕音樂客戶端在12月14號就是從明天開始到12月31號期間 您使用登陸咪咕音樂客戶端來進入深圳咪咕音樂盛典 百元大禮包活動專區您就可以免費下載專區內50首咪咕會相關的歌曲 彩琳以及曲目 所以今天晚上您覺得好聽的歌曲 只要您掃描二維碼進入我們的客戶端您都可以免費的來下載 沒錯 說了這麼多呢我們馬上第一組藝人呢即將正式進場了 但是我知道今天我們這一場聖典很多朋友排隊排了很久都沒有買到票 而且很多朋友很著急 周末的時候我還塞車在路上沒有這麼快來到我們的紅毯邊要怎麼辦呢 各位不要慌張今天我們也有辦法 因為今天我們考慮到這種情況 我們所有的星光大道包括音樂典禮的部分都會通過咪咕音樂以及何視頻手機客戶端 PPTV咪咕音樂網站來同步直播帶給大家臨時差的優質直播享受和體驗 哇 我們看到了此時此刻正在看手機的朋友應該都是4G用戶正在通過何視頻來關注我們的直播 那也提醒各位廣東移動的用戶只要您通過這個何視頻來收看我們的直播其實您是流量全免單的 那另外呢也提醒沒有辦法來到紅毯來到現場來守候我們密姑會的朋友沒有關係 只要您通過直播的時候來關注屏幕右下角的這個二維碼 您還有機會贏取日本北海道的雙人旅行大獎 真的假的當然 我們兩個可以去喔 我覺得這個時候應該玩手機對不對 我們應該來掃描一下二維碼就對了 同時呢想跟各位來報告一個數字就是在我們上一屆呢我們全球網絡直播達到了一個非常高的一個數字的記錄是多少 四千五百零二萬 我們相信剛剛說了這麼多我們現在高科技的一個通訊手段以及科技手段 今天我們所有這一季的數字希望能夠再創新高好不好 哇 楚江說了這麼多啊我覺得此時此刻現場應該有尖叫 因為我們要來看看紅毯的那一端是不是已經有藝人朋友在我們輸了這麼多的時候已經在我們的紅毯上等待了 沒錯我們看到第一組藝人已經踏上了我們的紅毯 他們就是曾經獲得第三屆無限音樂最具潛力新人獎最美麗的雙胞胎女子演唱組合 BY2 歡迎BY2 15歲他們就出道了 為了能夠成為全方位的唱跳組合 除了鍛鍊歌藝之外 總是挑戰一些超高難度的這個舞蹈動作 年紀輕輕但是拼勁十足 那在BY2走上紅毯的時候呢我們要跟大家講 去年12月呢中國移動是正式獲得了4G的牌照 我們看到4G商用短短的一年當中就已經覆蓋全國各個角落 可以感受到與世界同步的4G服務 那今天呢我們的藝人朋友也會拿著非常可愛的咪咕娃娃 咪咕娃娃上面呢也會有徽章 這些城市呢都是已經可以享受4G服務的城市 而且這些城市呢是與我們的藝人朋友有非常密切淵源和故事的城市 好那現在呢我們可以看一下在我們的紅毯另外一端 我們下一組的藝人已經準備好了 那現在呢正朝我們走來的是中國現在最具正能量的電子音樂人 王毅龍 是的2006年呢憑藉手段專輯搖啊搖撼動整個樂團 也是創造了一個舞曲的仙河 是的而且它也被業內譽為是最有正能量的這個電音之王了 是也是現在一個電音的一個開創的仙河 來此時此刻我們要把Bi2請到我們的身邊 Bi2這邊請 好歡迎Bi2 來兩位這邊有請 來我們先跟媒體朋友一點點拍照時間 兩位今天好漂亮 有請二位 糖果色系的一個服裝的組合 來 剛剛我們說Bi2真的十五歲就出道了 我們看著兩位一路走來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勤奮 而且呢我們也見證著他們從青春陽光到性感綻放的完美蛻變 是 那我們要問問兩位 好 來哈囉二位好 二位好 來先跟大家打招呼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Bi2 我是姊姊Miko 我是妹妹Yumi 兩位之前在忙些什麼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最近剛從馬生理工學院就是進修回來 剛剛從MIT進修回來 我們進修了 對對對 你也知道 就是進修關於品牌管理的事情 對 所以你看兩位非常勤奮的女生 我們說呢 現在已經是當之無愧的宅男女神 那要替宅男們問一句 兩位女神很快是不是又要有新的專輯 新的音樂動作 來趕緊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下一張專輯 第六張專輯已經都錄製好了 那其實我們就在等待發行 沒錯了 就要等2015年發行 而且這一次的專輯就是放很多自己寫的歌曲 所以跟以往的更不一樣 哇 所以我們要感受更不一樣的Bi2 那我們也期待著Bi2 今晚有非常棒的表演呈現給我們 謝謝二位 謝謝 專輯我第一個支持 因為我也是宅男 謝謝兩位 謝謝 也不能忘了你看Bi2有拿這個寫著深圳的我們的咪咕娃娃 很有寓意 對 因為這次我們的這個聖典來到我們深圳 所以你們是第一組藝人 所以一定要來到我們深圳的這個咪咕娃娃了 是的 好的謝謝 謝謝可愛的Bi2 謝謝二位 謝謝 好馬上有請我們的電音之王王毅龍 好 同時我們看到現在在我們的紅毯另外一端 向我們走來的是在八月份在南京青年奧林匹果運動會上 閉幕式現唱了中國名片 由暖派唱將支撐了平安 是的 而且他的世界巡迴演唱會呢 已經在這個十月份的加拿大溫哥華正式拉開序幕了 好我們歡迎平安來 好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也先請毅龍來跟深圳的朋友打個招呼好嗎 哈囉深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毅龍 好 今天來參加我們的聖典感覺怎麼樣 非常非常的開心來到這裡 深圳的朋友呢對我可能還比較陌生 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王毅龍支持我的電子舞曲謝謝 我們對你的舞曲印象非常深刻 好 所以今天希望您觀禮愉快好嗎 謝謝謝謝 好的謝謝毅龍 好 好 好那此時此刻呢我們先要看一下究竟是誰踏上了紅毯呢 那我們也再次跟各位預告一下 今天晚上呢不管是我們咪咕會的星光大道 還是晚一點咪咕會的頒獎聖典 我們都會通過不同的形式來為大家直播 也希望大家尤其是這個移動的4G用戶要守候我們的直播 是我們接下來看到紅毯上呢 向我們走來的是這個形象百變動靜皆宜號稱神取天后的 崔子格 但是崔子格有獎雖然我唱的是神曲但是我唱的是有態度的神曲 他要帶領大家在人民廣場一起來跳廣場舞 那到底子格的廣場舞是怎麼跳的 我們先賣個關子 不過我們先要請平安來到我們的身邊 有請平安 好歡迎平安 歡迎 你好又見面了 歡迎 對好久不見平安 來我們先把時間留給媒體朋友 先來拍張照 好大家看到我們的咪咕娃娃上面呢 也有平安的這個親筆簽名 好來平安剛剛我們有跟大家講 之前有在加拿大開啟世界巡迫演唱會 對 所以第一次在這個國外開演唱會心情怎麼樣 非常激動 因為我唱我愛你中國在海外唱起的時候呢 反響非常好 所以說他們就盛情邀請我能夠在加拿大溫哥華開第一場演唱會 那我正好呢也能夠把新專輯當中有一首不遠萬里 也是代表那個這些海外華人的一些歌曲 然後在那邊唱起的時候呢 能夠有同樣的反響 其實每當天氣寒冷的時候 相信歌迷朋友跟我一樣 見到平安就會覺得特別的溫暖 因為平安的歌聲總是那麼的溫暖 那麼的有正能量 那也想問問平安啊 新的一年在音樂上 會不會有一些角色的轉換 聽說你好像要往音樂製作人的方向去發展 有沒有 非常感謝我們主辦方能夠在這個深圳 給舉辦這個紅地毯 因為這樣的話對我的頭比較好一點 因為太冷了 然後呢其實對我來說的話 我是音樂跟大家交流 我也希望能夠有更多的音樂作品去跟大家見面 因為畢竟呢是需要有一個從量變到智變的過程 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歡我唱的歌 也希望這個平安的名字送給大家 大家都能夠平安幸福 好 今天晚上平安用歌聲帶給大家溫暖 謝謝平安 來期待平安的能量之聲 謝謝 好 那下面我們來看一看 在我們的紅毯上馬上迎來這一組藝人 這一位我很喜歡 聲音非常的天賴 非常的清澈 而且也是有很多個粉絲 是內地擁有最純淨清澈的聲音的黃雅力 好 歡迎雅力 好 那此時之後 我們還是先要把這個神曲天后子哥請到我們的身邊 來 歡迎子哥 有請您 來 先跟我們的媒體朋友一點點互動的時間 哇 子哥今天的造型也是非常的閃爍耀眼 我們看到同樣手中也拿有自己簽名的咪咕娃娃 是 好 來 問問子哥 你個人喜歡神曲天后這個名稱嗎 已經習慣了 逐漸習慣了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在幕後做創作的製作人出身 那之前也有為王心凌打造花的架沙 對 是製作人出身 那麼後來呢 發表了這個老婆最大補掛 不再聯繫之後 然後讓大家逐漸的了解到我 然後可能會有很多人給我一個稱呼這道神曲 那其實子哥也想問我啊 其實我們看到你的這個音樂風格 也跟你的造型一樣的擺變 有這個復古disco的陸燈下的大女孩 對不對 也有小清新的暖男 還有神曲 那你個人未來的創作方向 你有想過束縛自己嗎 或者就是讓他這樣天馬行空的去發展 會繼續神下去嗎 對 因為最近呢 八月份剛剛新簽約了我們那個滾石移動的美妙音樂 然後呢 也有一些轉型部分的這個方向的這個打造 那十二月底呢 一月初 然後會發行我的最新的專輯 愛情大師 那麼今天也會給大家帶來一個 在深圳這樣的一個有點微寒的季節 給大家帶來一首我最新的歌叫暖男 喔 這是不是我呀 會煮飯 會燒菜 會整理家務 這位是愛情大師 你是暖男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今天呢 我們的樂迷朋友是有耳福了 可以先聽為快 對不對 來 我們謝謝子哥 期待著你的新作品 歡迎子哥 謝謝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還要再次跟大家說一下 今天晚上呢 感謝大家守候我們的頒獎典禮 因為今天晚上 我們的中國移動四季 也為大家送出了很多我們的大禮 給到大家回饋我們的客戶朋友 那首先呢 我們要跟那些非常幸運 拿到今晚迷姑會這個聖典門票的朋友獎 今晚呢 在我們現場的大屏幕上 會出現兩個二維碼 提醒現場的觀眾朋友千萬不要錯過 那首先呢 我們要掃描第一個二維碼 第一個二維碼呢 只要廣東移動的用戶掃描這個二維碼 我們就可以享受到什麼樣的特權呢 我只記得那個北海道 你看 你看 其實呢 有很多 就是這就是替沒有來到現場的朋友來講一下 那不管您是通過PPTV 或者是通過咪咕音樂 或者是通過何時評的客戶端 守候我們直播的朋友 此時此刻在直播屏幕下方 您會看到會有一個二維碼 趕快掃描它 您可以享受到這個日本北海道 雙人遊有機會贏得這樣的大獎喔 沒錯 同時大家進入場內之後呢 可以掃描第二個二維碼 這個時候呢就可以拿到我們咪咕音樂的音樂曲庫 以及所有的MV的資源都會給到大家 說了這麼多 大家說我下載這麼多的東西 我的流量怎麼辦 還是要收回到那個二維碼 那就是全民流量免單聖誕三晚認完 所以呢 提醒各位睜大雙眼打開你的手機 趕快掃一掃啊 是的 再次向各位報告 今天晚上我們所有星光紅毯的部分 包括我們音樂典禮的部分 都會通過咪咕音樂以及和視頻手機 客戶端PPTV以及咪咕音樂官網 來同步直播臨時差 跟我們共同來見證啊 哇 這麼多朋友都特別的期待 那究竟又是哪一組的藝人走上了紅毯 來 趕快去看一下紅毯那一端是誰呢 好 來 我們看一看紅毯的另外一端 向我們走來的就是 哇 我們每個人心中應該都有首他的歌 就是水木年華 對 他們的歌呢是關於青春 關於歲月 關於愛戀 我們也看到今年他們的怒放之 再見青春的演唱會呢 也是從深圳開啟的對不對 沒錯 也是與深圳非常有淵源的一組藝人 好的 此時此刻我們還是要請上 哇 今天造型超可愛的亞歷 歡迎黃亞歷 來 先跟我們的媒體朋友打交互同事拍照 好 我們看到亞歷手中拿到這個蜜菇人偶呢 來跟大家揮揮手 上面有簽名 而且我們的徽章是長沙 對 與亞歷非常非常有淵源的程式 其實我看到亞歷今天的造型就像個咪咕娃娃對不對 今天的造型其實就是你新專輯的名字 就是黃亞歷的奇幻秀就對了 來 先來給我們講一下新專輯 好多風格 好多好聽的歌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黃亞歷 那個新專輯就是有很多我自己動手去做的東西 像我今天穿的鞋 還有今天這個閃閃的這些都是自己 自己做的 對 所以你也可以兼顧造型師省去造型的費用 就是覺得這樣很好玩 就想每一次出現都把自己不僅是唱歌的一些創作 還有生活當中的創作帶給大家 所以新專輯其實融合了搖滾啊 藍調啊 爵士等等不同部分 民謠還對 真正在玩音樂了 所以我們也看到真的是愛創作 愛DIY 愛音樂的亞歷 那為我們帶來了黃亞歷的奇幻秀 當然我們要講講你手中的這個娃娃了 長沙這個徽章 這個城市與你來講不僅僅是故鄉那麼的簡單 對不對 來 趕快給我們講一下跟長沙的淵源 長沙這個 因為我是湖南人 湖南長沙 然後這個我看到應該就是因為我是長沙人 所以把這個徽章給我吧 淵源的話對我的故鄉啊 然後我是在長沙讓大家認識 有太多的故事 這樣可不可以有個小小請求用長沙話講一句 我愛咪咕聖典 而且我們長沙的這個粉絲相信也在通過4G的直播來收看我們的聖典 長沙話應該是說 我愛咪咕聖典 哇 好淵尾 好奇幻喔 有沒有 來 我們謝謝非常可愛的雅力 那也期待著你今晚的演出好不好 好 謝謝雅力 謝謝 好 那馬上呢 我們的紅腦上已經迎來下一組藝人了 這一組藝人呢 是這一位了 她是出生於四川成都 是為大美女來的 但是現在呢 在國外打拼喔 對 在韓國來發展自己的歌唱事業 那也是在前不久 在九月份的時候呢 發行了自己的第四張個人專輯 我一個人 Not alone 我們看到這就是 張麗穎 對 今天晚上你一個人不孤單 同時這個時候我們要請出我們的 水木年華來到我們的訪問區 歡迎兩位 來 我們先要請兩位把時間留給媒體朋友來拍張照 好 其實很多朋友很好奇啊 就是為什麼今天晚上 每一位歌手會拿著咪咕娃娃 咪咕娃娃身上又會有徽章來代表 那麼多不同的城市呢 好 這個時候問問兩位啊 剛好我們講到這次有開水木演唱會 然後很多朋友很好奇說 為什麼兩位把這個手站沒有放在北京而是選擇了我們蓬城深圳呢 理由是什麼 這兒的朋友比較熱情 深圳的朋友比較熱情 來現場深圳的朋友有沒有熱情 可以讓水木年華感受一下好不好 好多粉絲朋友在那邊 對 那其實呢 我們說了 深圳呢 跟水木年華有很多的淵源 我們說因為你們的歌就是關於青春 關於時光 那深圳本身就是一座年輕的城市 有什麼樣的祝福要送給這座年輕城市 有夢想的年輕人嗎 確實很多年輕的朋友把自己的青春放在深圳 同時它又是一個很開放很包容的城市 所以我們每次來都能遇到很多新的朋友 同時我們也把自己的青春奉獻給自己最愛的視野 所以我們一路共勉吧 好 我們一路共勉且行且珍惜 今晚讓我們與水木年華共同唱唱青春之歌 好的 謝謝二位 謝謝 好 再次歡迎水木年華 謝謝兩位 謝謝 好 那此時此刻還是要跟大家預告一下 今天晚上我們現場會出現幾個二維碼 要提醒各位要趕快來掃描 那第一個二維碼只要您掃描 您就可以享受到這個廣東移動用戶 就可以享受到聖誕三晚這個流量免單 來認完這樣的大禮包非常的不錯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紅毯上迎來了下一位歌手 這位今天獲得我們第六屆最佳暢銷網遊金曲 以及第七屆最佳人氣男歌手就是我們的 許松 是 之前在我們的發布會舉行的時候 許松說今天我還想再下一程拿到我們的 咪姑拼命三郎的獎項 這咪姑哪有這個獎項 等一下要問為她此獎怎說 不過此時此刻我們還是要把麗瑩請到我們的身邊 歡迎 歡迎 好 來 先是我們的拍照時間 好 好 哇 看你這個身材好單薄喔 寒冷的冬天替你捏把汗喔 OK 來 好 你是第一次來到深圳嗎 沒有 我前幾次來了很多次了 深圳的老朋友 感覺怎麼樣 非常喜歡的深圳 因為我覺得深圳 城市非常的乾淨 然後有很多這個好吃的東西 很多好吃的東西 你愛吃什麼 愛吃 是那個海鮮的那個 我跟妳講喔 這是我們深圳最紅的美食節目的主持人 今天晚上這個咪姑會結束之後 可以讓楚喬帶你去消夜好不好 下次找我 嘗嘗深圳的好吃的好不好 好 那另外呢也要問問 其實九月份發的這個新專輯 我一個人 Not Alone 我們也看到 其實在發布會上 也有不一樣的表現 對不對 有小提醒 有熱舞 那未來有沒有考慮 可能不光是安安靜靜的 唱歌給大家呢 那我呢希望未來呢能夠 帶給大家更多的驚喜 然後呢希望就是能夠開自己的演唱會 然後讓就是這麼多年 喜歡我的歌迷朋友們 然後給他們一個很好的驚喜 好的 好的 我們也非常期待你的歌唱好嗎 你絕對不是一個人 我們都陪著你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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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麗瑩 好 那仔細此刻我們先來看一下 仔細踏上紅毯的是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踏上紅毯的就是我們來自於 咪姑明師堂的導師 是 在樂壇鼎鼎大名的碧曉士老師 我們經常尊稱他為碧老爺 對 那碧老爺今天也是帶著自己的 這個得意門生王元坤 就是王元坤 對 來到了我們的活動現場 是 因為今年五月呢 我們中國移動咪姑音樂 以這個明師出高圖音樂任務行為主題 邀請了四位樂壇非常重量級的製作人 來擔當導師與四位新生來唱作啊 來交流啊打造全新的原創音樂專輯 誒 說到原創音樂專輯我覺得 許松等太久了 這位非常優秀的這個創作人唱作人 一定有很多話要跟我們講 來 我們有請許松來到我們身邊 好 歡迎許松 來 這邊有請 好 同樣是先是我們的拍照時間 來 我們先把時間留給媒體朋友 對 帶著你的咪姑娃娃 好 這個時候呢 首先我想代替很多的網友朋友來問你一題 就是大家都聽過一首歌叫做 《等到煙火清涼》 裡面反覆唱八個字就是 天干物燥 小心火燭 到底是為什麼 就是這個季節到了 是嗎 就是 創作嘛 我覺得就是不拘一個 自己的創作其實題材也非常的豐富 那這首歌也是自己新專輯的一個intro 所以我希望就是達到的效果就是 不同的朋友聽 然後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所以音樂對我來說 樂趣或者說樂趣很重要 好 音樂在於樂趣和樂趣 但是也想問一下許松 發布會上你有賣萌要表示 想拿到一個咪姑拼命三郎獎 這個獎項是怎獎呢 好 當時有在聊到新專輯 然後新專輯呢 因為又是我自己一個人完成詞曲以及製作 所以跟主持人也調侃一下 所以我覺得平民三郎還好啦 其實因為大家都很努力 對 原創音樂人都非常努力 繼續加油吧 好 那今晚看看您到底能不能再下一程了 好的 我們謝謝許松 我們也一起為原創的音樂人來加油 謝謝 謝謝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紅毯上迎來的下一位藝人會是誰呢 我們看到他的這個作品 看透愛情看透你 其實很多網友們都特別的喜歡 對 也是在網路上非常的走紅 他有非常感性也有非常細密的創作 那媒體也形容他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星星 對 也是一位青春帥氣的一位小伙子 就是冷漠 哇 其實寒冷的天氣聽到他的名字會有點打抖有沒有 很想要狂野 對 同時這個時候讓我們來歡迎我們的這一組藝人 歡迎畢老爺 也歡迎遠坤 歡迎二位 好 來 兩位先是我們的拍照時間 好久不見 畢老師 對 好久不見 來 我們先請二位留給媒體朋友拍照的時間 好 來 首先想問問這個畢老爺 因為畢老爺跟我們深圳有很深刻的這個淵源 然後包括我們深圳衛視每年舉辦了這個金鐘獎 都有您的這個鼎率支持 那這一次來聊聊跟我們新生合作的一些這個感覺好不好 包括跟袁坤的合作 喂 袁坤也是屬於是新人 完了他的創作已經得到了這個咪咕的成定 所以我覺得就是我非常感謝中國移動 給出這個年輕人那麼樣的一個機會 他實際上也是其中的勢力 所以我覺得多點機會 給一些年輕人多一點這樣的創作的機會 所以我們要問問袁坤 其實袁坤真的非常的幸運 我們也看到在中國大江南北 有太多太多這樣堅持自己音樂夢想的年輕的創作人了 但是您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進入到我們的民工民師堂 跟跟隨像畢老爺這樣的民師小士老師 來這個一起來探討原創音樂 有什麼樣的感受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幸運了 因為從小做音樂做到現在 B老師作為我兒時的偶像 就是一個非常牛逼的製作人 然後真的有一天拜倒在B老師的群下了 就是腳下去學習以及創作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這樣一個人就在我們身邊 然後這樣的感覺真的非常非常神奇 包括這次和B老師來參加這個民宿堂的活動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神奇 夢想照進現實了 對對對 就在我小的時候 我不會想到會有一天和這樣一個偶像走在一起 對 但是來到咪咕音樂這些都可以實現 夢想就在您身邊 夢想就在您的眼前 好好把握好不好 好 我們再次感謝B小士老師 也感謝袁坤 謝謝二位 謝謝 好 來 兩位休息一下 謝謝 OK 接下來我們紅腦上繼續是星光翼翼 馬上迎來我們下一位藝人 這位非常厲害了 中國好聲音 各位看過吧 這是我們第一季的年度總冠軍 讓我們歡迎 梁博 梁博真的好久不見 那今年他也發行了自己的創作的專輯 同名的專輯 梁博 那所有的歌曲創作 所有的作詞作曲 包括吉他演奏 全部都是自己完成的 看來他是要跟許松來搶這個拼命三郎獎 就對了對不對 這個真正音樂製作人 那到底什麼理念 待會兒來跟他好好聊一聊了 好 那這個同時呢 我們要歡迎冷漠來到我們的訪問區 來 好 來 先是我們的拍照時間 好 那這個想問冷漠 我們知道之前呢 你曾經花了十年時間帶著自己的樂隊 走過了中國十六個省 包括三個自治區 我覺得這個對你來說 應該是人生一個很重要的經歷是吧 對 我覺得這樣讓我成長了很多 懂得了很多 好 那冷漠我們說 雖然你的名字叫冷漠 但是其實我們一直都知道 你對公益事業是非常的熱心的 那在這裡呢 我們要不要也向更多的朋友發出自己的呼籲 號召更多的朋友來跟你一起做公益呢 好不好 好的 那我今天很開心能夠參加米谷聖典 我希望我們身邊所有的朋友 所有的歌迷能夠參與到我們能夠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動當中 謝謝大家 好的 謝謝冷漠 謝謝冷漠 謝謝 來休息一下 謝謝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的舞台上即將迎來的這一位藝人呢 是一位來自於山東的大男孩 但是呢他用了這十分獨特的男女對唱風格 他就是徐良 我們看到他是自然清新令樂風格 但是呢其中又有一些 看錯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到 小叛逆 對不對 那究竟這次他要呈現什麼樣的作品給我們 我們肖後也拭目以待 好可愛 那這個時候呢 要來請出我們的梁柏來到我們這邊的訪問區 歡迎梁柏 來 先是我們的拍照時間 因為在我們的中國好聲音第一集結束之後 很多人說梁柏去哪裡了 在忙些什麼 好像很神秘 今天終於揭曉了 梁柏到底在忙些什麼 對 大家好 那個 從比完賽之後 然後就一直在準備專輯了 對 我還是希望 還希望能讓大家盡早的聽到自己的音樂 是 我們看到梁柏說的很低調 從比完賽之後一直在準備專輯 看來也為這張專輯醞釀了非常久了 對不對 蓄勢待發 那究竟在這張梁柏當中 想要呈現什麼樣的梁柏給約敏 還是希望讓大家看到在好聲音比賽上 有區別的一個自己吧 有別於自己在比賽時候的 在音樂中的另一個狀態的樣子 然後也是音樂都是自己的原創音樂 其實就是 對 但這次你是一個完全的音樂製作人 跟單純的做歌手你感覺完全不一樣吧 都是在享受音樂 都是在享受音樂 所以不一樣的梁柏不僅僅要讓你看到 更是要你聽到 那今晚我們一起來聽不一樣的梁柏好嗎 謝謝 謝謝梁柏 謝謝 謝謝 好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看 又是哪一位藝人走上我們的紅毯 又是一位 老朋友了對不對 對啊 最受歡迎的這個創作男歌手 全能的創作唱作才子喔 他就是 金志文 歡迎小文來到我們的紅毯上面 哇 今天好帥喔 對啊 而且我們看到 金志文有一張專輯叫夢想家 對不對 其實他這個 他過的是很多歌迷朋友們 非常夢想的生活就對了 你看 今天帶著翅膀來的啊 就是夢想家 長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 也有可能是夢想家小文就對了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再次歡迎徐良 來到我們的訪問區 歡迎 好 今天很帥喔 對 今天超帥的 所以我先要 先要把時間留給我們的媒體朋友 來 徐良先來拍兩張照片 寒冷的冬夜看到這樣一抹亮藍喔 頓時心情好很多 好 來 謝謝徐良 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在成都舉辦了首場叫做 少年情話的一個演唱會 感覺怎麼樣 感覺非常好 因為我也是這個 我們的米古的老朋友 米古和他的老朋友 我是米古的老朋友 然後在那個 成都的少年情話演唱會呢 也是自己感慨良多 也是這個 把自己的音樂 充分地表達出來的吧 其實呢徐良是很多男歌手 非常鮮艷的歌手 因為我們看到你發的新專輯 是一共與十位女生來合作 真的假的 對 艷福也太不淺了吧 快來給我們介紹一下 這都被大家發現了 是啊 那就麻煩了 馬上要發表這張新專輯 是與十個女藝人合作的 然後現在呢已經發表的新歌 是與這個李勝啊 還有吳欣的兩首新歌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 後面的作品呢 也在逐漸地跟大家見面 並且在今天的演唱當中 我會帶來一首新歌給大家 哇 又有新歌 所以現場的歌迷朋友 趕緊竖起耳朵 我們也請來聽徐良的新歌 謝謝徐良 期待你的演出 謝謝 好 謝謝 OK 那此時此刻呢 我們接下來 紅毯上聽到了好多粉絲的尖叫 因為要迎來一位 非常重量級的藝人了 這位大家太熟悉了 剛剛呢在我 《我是歌手》第二季總決賽 拿到了亞軍 他就是 金鄧紫棋 哇 有沒有尖叫 是的 我們看到 年紀輕輕得獎無數 她是IPFI 香港唱片全年效量最高女歌手 第27屆 Kiss Choice Award 亞洲最受歡迎藝人 同時呢也是最年輕 登上紅館開唱 也是最年輕 就在杜莎夫人拉相館 有自己拉相的這個女藝人 好厲害喔 歡迎紫棋 這個時候呢請出我們的小文來到我們的這個訪問區 來 今天是我們的拍照時間 來 我們先把時間留給媒體朋友 我們說了長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 長翅膀的也可以是夢想家金志文 有沒有 對 是我們的創作小文 好 來 今天先來解釋一下你造型怎麼回事 對 造型是鬧哪樣 這個主題是帶你那什麼帶你飛 對 就是要帶歌迷們跟隨音樂一起飛翔就對了 對 聽車小文在洗過千金之後呢 在去年不當為小孩寫了歌 而且最近還為一部動畫片獻唱 這個是為女兒謀福利嗎 可以這麼講吧 因為那部電話片也是由恒大音樂來 這個恒大動漫來投資的 然後也當然就是很榮幸被這個 被受邀這個演唱主題曲 所以呢 我們也想來問問小文 大家都說了 哇 你看事業這麼的成功 家庭又這麼的幸福 有什麼樣保持幸福生活的這個秘訣 可以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秘訣就是 不管你愛什麼 永遠愛老婆 對 你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愛 屬於自己的愛 永遠不要放掉它 我覺得這個是追求幸福的主題 好 好的 我們要感謝這位追求幸福的夢想家 金志文 謝謝 謝謝小文 謝謝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舞台上也要迎來了 我們的夏宜祖藝人 是的 那同樣也是來自我們的 咪股明師堂的導師和他們的學員 那就是 紀中庭老師和 丁克森 歡迎兩位 是的 我們也看到咪股明師堂呢 是 中國移動旗下專業的音樂機構 咪股音樂 在今年五月啟動的這樣的活動 那剛剛呢 我們也跟 畢小士老師一起來分享 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一個平台 來實現音樂人 來實現整個音樂行業 來實現 包括這個音樂平台之間的 共贏的局面 對 接下來呢 就要實現我想見女神的一個心願了 馬上歡迎鄧子齊來到我們這邊 歡迎 歡迎J.M.鄧子齊 來 今天是我們的媒體拍照時間 來 今天我們聽到場外的樂名很瘋狂 女神美不美 鄧子齊的粉絲在哪裡 好 大家看到今天J.M.鄧子齊 穿得跟她人氣一樣 好紅喔 對呀 要不要這麼紅 來 等一下我們來問問她 好 來問一下J.M.鄧子齊 剛剛我們說真的太紅了 拿了這麼多獎有沒有 然後創下了這麼多 最年輕的紀錄 所以接下來呢 有什麼樣音樂上的計畫嗎 音樂上的計畫就是 其實我明天就會飛去美國錄音了 所以新專輯呢明年很快就會跟大家見面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年初新的歌曲吧 這次新專輯自己的創作的部分在裡面佔的比例多嗎 呃 佔了百分之九十八 呃 佔了百分之九十八 天哪 所以 支持 一定要對不對 其實朋友們很好奇啊 J.M.鄧子齊什麼時候會來深圳來開你的個人演唱會 好想喔 對啊 其實我今年的六月尾就是在這個場館就是開了我人生第一個三萬人的戶外的體育場演唱會 所以其實今天能夠再來到同一個場地然後為大家表演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開心 所以你看好多媒體朋友都是你忠實的粉絲 那邊又有攝影記者講說六月二十八你有來對不對 一定有來 所以今天呢我們看到包括現場的我們電視機前還有網絡前面手機客戶前面都很多你的粉絲 有什麼話來答謝一下粉絲好不好 呃 其實我覺得粉絲對我的支持是我非常大的一個原動力 因為其實每個人在生活上面每天都會遇到很多的挑戰 可是我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面真的看著我的粉絲他們臉上的那個那個那個安心的笑容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充滿動力也讓我找到我站在舞台上面做音樂的這個意義 太好了 說得好好呀 也謝謝你讓我們感受到這麼多好聽的音樂謝謝 好 再次歡迎J.M.鄧子齊謝謝 謝謝 謝謝 好 這個時候呢馬上迎來我們的下一組藝人了 嗯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有沒有藝人守候在我們的紅毯上呢 哇 這一位超人氣啊 而且不僅在台灣紅香港紅內地紅在國外都超級紅 沒有其實你有看好聲音娜姐有講一句話說不管是東北還是台北 只要有人吃這個大米飯只要有人講國語的地方 就每一個人都會知道這樣一個可愛的小胖林育群 好 我們歡迎林育群同時要請出我們的基中平老師以及丁克森來到我們的訪問區 歡迎兩位 好有請基中平老師有請克森 好 來是我們的拍照時間 先要請問一下先要請兩位先把時間留給媒體朋友 我們先來拍張照片 好 來先問問我們的丁克森吧 這次跟基中平老師合作我知道你其實非常開心 因為基老師也是為很多厲害的歌手打造專輯譜寫了歌曲 這次你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敬業專業 對 然後呢其實這一次呢就是第一次和基老師合作 從小呢其實也是聽得很多基老師的歌長大 包括特別我喜歡的雪人 對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這一次呢其實打造了一首就是比較古典派的歌曲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嘗試 然後所以今天呢也配了一個還蠻適合這首歌的 對吧 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也要感謝我的老師基老師 其實我們也要來問問這個敬業專業的基中平老師 剛剛那說啊 克森說聽您的歌長大的我們就大家都笑了 但其實我們現場朋友很多都是聽基老師的歌長大的 就是實話有沒有 不管是這個范小軒的雪人齊情的思路 還有這個許如雲太多好聽的歌啊 都出自這個基老師的手筆 所以問一下這一次為克森打造了什麼樣的風格 克森是一個唱歌非常非常有熱情 然後有態度的一個歌手 所以我才在製作上面跟他有特別多的互動 其實某些經驗是特別難得的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錄音的時候 是歌手準備好到錄音室我們開始錄 可是呢我跟這個丁克森是不一樣的 我們兩個呢共同在錄音室來做這種聲線的創作 包括唱歌怎麼設計表情怎麼樣 我們一起完成的其實滿有趣的 這在說明你們師徒關係很融洽啊對不對 我就是說明這個 所以這樣才能給我們帶來更好聽的音樂 是的來我們感謝基中平老師 感謝克森 那也期待的克森今天晚上非常棒的表現了 好不好加油 謝謝二位謝謝 好這個時候呢馬上迎來我們最最可愛的小胖離群 歡迎 好可愛呀 怎麼這麼可愛 小胖你好 來我們先請小胖和咪咕娃娃一起來賣萌好不好 小胖你講得也好像一個咪咕娃娃 對啊 小胖真的是咪咕的吉祥物了快變成 來趕快賣個萌最萌的pose來一個好不好 321萌 天啊 好萌喔 對啊 來我們快問問最可愛的小胖 小胖先來跟我們所有深圳的朋友打開招呼 哈囉各位深圳的朋友們大家好 還有所有在電腦前面鎖定這個直播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注視人好我是小胖林玉群 哇小胖真的好可愛對不對 溫暖人心 愛小胖我說實話呢 很多朋友對你現在最深刻的記憶點還是停留在中國好聲音第二季跟姚貝娜PK的那一場 然後呢比賽結束之後再做些什麼跟大家報告一下好不好 比賽結束之後呢其實有做當然是發行了自己的最新專輯 然後在很多國家有演出 然後當然在內地也有一些演出 那很重要今天要在祕咕會為大家帶來我最好聽的新歌 哇最好聽的新歌 其實小胖我有關注你喔 那個新專輯100分的朋友對不對 那可愛的小胖你給自己這張100分的朋友的專輯打幾分 呃既然是自己的專輯當然要打100分 太不謙虛了吧 沒有啦就是希望就是我當然是用100分的心情100分的熱情去做這張專輯 我們有福利專門給到你因為我們太喜歡你了 對 真的 因為這一次呢有很多網友朋友點名說 我們好想聽小胖唱首歌 而且就唱那一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小胖能給我們唱幾句嗎 小胖你看現在太冷了 我們手腳都發抖耶 可不可以讓我們現在暖身一下 我需要你的歌聲來溫暖我 好啊好啊那 好 有點緊張會不會破音呢 來 又不要給小胖加個油好不好 好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謝謝 好聽嗎 好好聽喔 最會唱歌最可愛的小胖 今晚好想聽你唱新歌喔 加油加油 還想問問小胖 你看馬上我們年底要迎來很多的節日 比如說元旦啊新年啊 比如說聖誕啊 節日會怎麼過跟家人嗎 還是說有另外一半呢 有工作 對還是跟另外一半 就是其實當然有一些 工作然後也會唱一些 新的聖誕歌曲在現場帶給朋友 新的朋友 然後當然就是 還是會抽時間陪陪家人 但是就是希望就是只要演出 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支持 你看你講了這麼多希望 你怎麼就不講自己希望有另一半呢 對啊我們好焦急喔 對啊 這個我覺得可遇不可求啊 希望就是有就是 有一天可以找到 屬於自己的另外一半 好我們用音樂去結交好友 好不好 你也把最溫暖的祝福送給小胖 謝謝小胖 一起支持你喔加油 好謝謝李玉琴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可愛的小胖謝謝 好那今天我們看到有很多的明星藝人朋友來為我們站台 來為我們的咪咕音樂會來加油出位 同時今天我們的中國移動四季也有很多禮物要回饋大家 是的那今天在現場呢 在我們聖典現場的大屏幕上會出現一個二維碼 提醒場內所有的廣東移動用戶趕快掃描我們的二維碼 因為您只要掃描了您就可以享受到全民流量免單聖誕三晚任完這樣的福利 是 那同時呢今天晚上我們的晚會還會通過咪咕音樂以及和視頻 包括PVTV以及咪咕音樂的官網來現場直播 那提醒廣東移動的用戶只要您通過和視頻的客戶端來收看我們的直播呢 您的這個流量是全免的 完全免掉了 對那另外呢我們現場還會有另外一個二維碼 那這個二維碼呢是給 掃描之後呢可以獲得我們咪咕音樂的所有的音樂曲庫 包括MV的資源給到大家 對深圳的這個移動用戶的朋友只要使用登入咪咕音樂客戶端 您就有機會來獲得這樣的百元音樂大禮包 就可以免費來下載我們的鈴聲和音樂了 沒錯馬上我們的紅毯上了迎來了下一組藝人 現在我們看到走上紅毯的是我們華語樂壇全能型的音樂人王正亮 以及有著全國十大小提琴演奏家稱號的文蔚 歡迎兩位 每次看到他們就覺得好幸福喔 這一隊真的是音樂圈當中的神仙眷侶也是人人心中的幸福榜樣 好棒喔 對兩位呢之前還為這個時尚雜誌拍攝了一組照片 別人都說哎呦怎麼這麼登隊的感覺 你看楚橋這一轉眼又是十二月中了很快這一年又結束了 那等一下見到王正亮我們要問問他真的時間到底都去哪兒了 沒錯而且我知道現在王正亮呢現在不光光在音樂方面 在表演方面在戲劇方面在話劇方面也有很多的演出 年底到了緊噴的時間也終於到了 是的又重回話劇舞台了等一下我們要問問正亮感覺如何 那另外呢我們也看到文蔚有著這個中國十大小提琴家的美玉 那他也是為我們重新演繹了梁柱這樣的經典 等一會兒呢我們也來問問文蔚 來重新演繹愛情故事感覺如何 來歡迎兩位來到我們的訪問區 先是我們的拍照時間 來先來請這隊幸福榜樣神仙眷侶 來把時間留給媒體朋友 各位看一下他們的雙手從來沒有分開過 其實我跟你講要不是因為我們在直播 估計他們的雙眼始終會對視有沒有 是好這個時候首先想問問這個王真烈 剛說到年底你的緊噴時間來到了 然後聽說現在時間都去哪兒了也是有了我們同名的話劇 那你再次回到話劇舞台感受怎麼樣 首先非常感動大家對時間都去哪兒了 這樣一個話題的關注吧 因為我覺得它已經不僅是一首歌 它能讓我們換回一些親情 所以我覺得希望從多種角度都能夠展示時間都去哪兒了 所以就參演了一個話劇 那文威應該有去捧場吧一定有看吧 對應該說基本上半場都是在流淚的這樣的過程中 特別感動人的一個話劇 那你給他的表演打幾分滿分一百分 對如何評價 可能因為太熟了所以他一出來我就特別跳戲 不會笑場嗎 不會不會 流淚很感動 對 那我們也想問問文威 其實我們說了幫我們重新來演繹經典良處 那在演繹這樣的經典的時候 是不是自己其實可能雖然臉上沒有流淚 但是內心有著深深的震撼對不對 對 是 其實臉上也有流淚了 就是我是那種自己容易把自己拉哭的那種人 而且我覺得能夠把這樣經典的東西搬上舞台 而且它會成為一個電影呈現給大家 所以我也非常地期待 嗯 那最後要替樂迷朋友來問一下 兩位這麼的幸福 保持幸福的秘訣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每個人的我覺得情感這個東西說不清楚 就是兩個人相互的珍惜吧 然後相如雨沫的好好的陪伴 我覺得就是把它不要想得轟轟烈烈 我覺得有時候情感就像細水一樣的長流 這樣才能夠長青 細水長流才能指子之手與子偕老對不對 好的 謝謝正亮 謝謝文威 謝謝二位 謝謝兩位 謝謝 觀力愉快 謝謝兩位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的紅毯上又迎來了重量級的嘉賓 這位我們看到華語RMB音樂教父就是 陶哲 哇 那跟David哥一起走上紅毯的是 岳定輝和張飛宇 他們都是教父陶哲先生 在節目最美和聲當中的學員 那也一起演繹了兩首歌曲 秦菲德語和讓我一次愛個夠 帶給大家不一樣的感覺 好 對 這個節目之前也是造成了很大的反響 然後陶哲老師呢 在節目裡面有溫情的部分 也有比較嚴厲的部分 對 今天帶著學員等於說 是開始踏上音樂之路了 對 我們請三位可以大步流星走快一點 哇 太多fans了對不對 對 來 我們可以請陶哲老師帶著阿輝和小羽 稍微走快一點 那此時此刻我們也提醒 正在通過咪咕音樂客戶端 PPTV和視頻以及咪咕音樂官網 在收看我們直播的朋友 留意屏幕右下角出現的二維碼 掃描二維碼 有機會贏得日本北海道雙人遊 好 現在是我們的拍照時間 好 陶哲老師帶著兩位愛徒 來這個跟媒體朋友見見面 也是來推薦推薦 好 好 來 北戶子吧 三二一 我們來為咪咕會來點個讚 有沒有 好的 好 來 陶哲老師我覺得 跟我們深圳應該非常有淵源吧 太多次了 而且馬上又要開演唱會了 又要開演唱會了 小人物狂想取 是不是 上次還專訪過您 我們本來原本是27號 可是現在有點延誤 延誤到明年了 對對對 所以這個可能也要跟大家說不好意思 對 因為這個主辦方裡面 這個裡面有一些狀況 但是呢還是很希望很快可以在深圳開演唱會 然後當然我也希望可以帶著我們的阿輝 還有我們的蕭雨 一起跟大家見面 對對對 對 其實今年呢見到David哥 就總想對他說一聲恭喜 對不對 是 有好事嗎 所以呢要問一下 陶哲老師覺得哪個難當一點 是老公難當還是導師老師難當 我覺得這個老公反而比較容易一點吧 對對對 為什麼當導師會比較難 我覺得其實因為可能在音樂上面 我自己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原則 對 那當然我覺得可能跟譬如說我的一些 一些徒弟來講 跟一些音樂人來講 他們也有他們的原則 所以其實有時候音樂上面 那個東西是真的是見仁見之的 而且它是跟所謂的美感 跟你的想法這些東西 其實都有很大的一些關係的 所以有時候大家會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用怎麼樣最舒服的方式去說服跟去互動 這個我覺得真的比較辛苦 但是呢雖然這位哥說用舒服的方式 但是我們相信學員其實蠻怕陶老師的 有沒有 小道消息 有學員跟我們講說您在節目中好嚴厲 他們都有點怕您真的怕嗎 其實我不是很怕他 因為是女生吧 會撒嬌 所以男生會怕他嗎 其實應該說不是怕吧 可能就是一種緊張 很緊張 因為陶老師有一些在音樂上有些潔癖 所以我們必須要達到他的要求 他才會放開那個潔癖 因為畢竟是教父嘛 所以問陶老師 就是這一次算是你是第一次來到內地來 擔任那種音樂節目的導師嗎 是 其實這個可以說是第一次 那之前有參加過一些比如樂隊的一些評審 但是這一次我覺得 老師講雖然辛苦 可是對我來講學習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可以說透過這個節目我自己也成長了很多 我們看節目都覺得說幾位老師搶人搶得好激烈喔 都真的都面紅耳氣 所以有沒有恨哪位就牙痕癢 就是 就是在背後 其實有挺多的啦 可是我自己覺得這是一種緣分 這其實也是一種緣分 就當你可能收到或得到哪一個學徒的時候 哪一個學生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就是一種緣分 然後你自己要怎麼樣在他們身上盡量去發揮 所以希望今晚通過我們咪咕音樂再去前緣了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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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祝福三位觀禮愉快 謝謝 謝謝 好 好 哇 哇 我覺得此時救星應該有尖叫對不對 來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 XO 哇 掌聲尖叫聲在哪裡 哇 我們看到這一組是亞洲超人氣的美男組和XO 他們已經拿下了第六節媽媽亞洲音樂大獎 年度最佳專輯最佳藝人最佳男子團體 最佳亞洲風尚最佳造型 N個獎項太厲害了 而且真的太帥了 我的天啊 好帥啊 來這邊有請 這邊有請 我的天啊 好帥喔 真的好帥啊 哇 今天你看我們非常隆重喔 穿了這個黑白色的禮服 來 我覺得現場我們應該有至少五秒鐘的尖叫吧 有沒有Fans這邊行星飯來尖叫 掌聲尖叫聲 呼呼 你們最愛誰 哇 被這個天叫聲淹沒來 先是我們媒體拍照時間 OK 來我們可以一起擺個POSE吧 來 321 哇 真的好帥喔 天啊 好 這樣我們請我們XO的每位成員先來分別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先來say hello一下好不好 OK 從誰開始呢 從淘吧 淘先開始打招呼好不好 OK 哈囉大家好我是XO的TAO淘黃子淘 哇我覺得每個打完都應該有尖叫就對了 大家好我是XO的POSE 大家好我是XO的SHUMIN 哇歡迎 SHUMIN 大家好我是XO的CHEN CHEN 歡迎 大家好我是XO的LEADER SHUHU 歡迎SHUHU 大家好我是XO的KAI 歡迎KAI 大家好我是XO的LE 張宜馨 歡迎LE 大家好我是XO的DEO 歡迎DEO 大家好我是XO的SHUHUHU 歡迎 哇 大家好我是XO的CHEN 歡迎 歡迎 大家好我是XO的形形犯MIMI 你好 MIMI也是形形犯出球 好 那這時候問問我們先問問TOW吧好不好 好 這次是咱們組合第幾次來到深圳 不是第一次來到深圳 然後 這次來深圳然後參加這個 真的非常非常的榮幸 然後也真的非常想把今天的舞台表面 展现得很完美 展现给大家给我们最好的舞台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XO 那我们也看到不是第一次来深圳 但是确实是第一次来到咪姑会 对不对 所以要问一下第一次来到咪姑会感觉如何 就像涛所说 非常的荣幸 然后也希望把更好的音乐带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多多期待 多多支持XO 好 今天有太多粉丝支持你们了 我什么话对粉丝说 包括我们现在电视前 电脑前 手机前 很多人在看你们 一定要注意身体 然后谢谢你们 好 所以粉丝们有没有再一次的尖叫送给XO 欢迎 欢迎XO 期待你们的表演 谢谢XO 光临愉快 谢谢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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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真的人气爆棚 有没有 哇 所以我们也看到之前美国的Billboard年度榜单 是刚刚公布了 是 世界专辑艺人这个奖项 XO呢是排在世界的第七位 也是创造了咱们亚洲记录 亚洲最高记录 没错 太了不起了 因为我相信XO拥有这么多广大的粉丝 一定能够再创亚洲记录 再创世界记录 再创宇宙记录 再创宇宙记录 再创这个外星系的记录 有没有 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 我们也听到XO所到之处 是这个尖叫声 此起彼伏 那接下来入场的又是谁 哇 真的要对他说声好久不见 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呢 其实是我们中国无限音乐圣典 咪咕会的长盛将军呢 他就是 潘伟伯 潘帅 好 其实今天呢 对潘帅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这是他商后首次付出 对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要真的问问他 潘帅别来无恙对不对 对 而且这次呢是选择了我们这个 中国音乐咪咕会的这样一个舞台 是非常重视我们咪咕会这样一个舞台 对 我们都说了潘帅呢是 中国移动无限音乐圣典咪咕会的常盛军 我们也看出来非常支持咪咕会 我们要对潘帅特别道一声感谢 好 来欢迎潘帅 这边有请 真的好帅哦 Will 欢迎 来 先是我们的拍照时间 欢迎潘帅 真的要不要这么帅啊 好 来 首先我觉得应该代替很多粉丝 问潘帅最近身体怎么样 对 还好吗 最近就是很开心 今天可以来到这里 然后一切都还蛮幸运的 然后 虽然老天保佑 所以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跟关心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 感觉非常的感动 然后今天 我知道就是你 尚后第一次付出 选择我们咪咕会这样的舞台 你就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吧 因为其实去年的 毕竟准备了专辑 然后蛮辛苦去筹备 然后虽然发生了一些 比较意外的事情 但是能在这里 然后让大家 在华人一个非常 一个音乐上的盛典 能够来这边一起支持 我觉得是非常的 谢谢你 其实我们看到潘帅也是在不断的自我挑战 自我突破 永远都有新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那我们看到也有很多乐迷像你一样 坚持着梦想 在不断的追求自己的梦想 对于他们有什么样的鼓励的话要讲 我觉得身为华人音乐的一份子 我觉得也是 当然自己会不断的要求 当然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可以 更去支持华人的音乐 因为我觉得华人音乐其实留待可贵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 真正的让所有今天参加的这些朋友们 可以感受到我们华人音乐的魅力 好 所以最后来问我们潘帅 在新的一年演绎 是有什么样的计划跟规划 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然先养生很重要 先养生 可以但是同时 已经在筹备新的专辑了 然后新的音乐 然后也有一些新的规划 到时候愿意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们就期待一个全新的潘帅 在新的一年来到跟我们见面 好不好 好 来我们再次感谢潘帅的到来 继续继续拍微博 谢谢 谢谢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舞台上 马上又要迎来 哇 这一位非常厉害的艺人 哦 刚刚是 刚刚拿下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奖项 对不对 是 第四十二届全美音乐奖 年度国际艺人 她就是 张杰 哇 哇 猩猩们在哪里啊 天哪 哇 今天真的是一闪一闪亮晶晶春简都是小猩猩啊 没错 很多人现在说张杰是国宝级的歌手啊 厉害了 张杰可是刚刚来过深圳 我们看到月初才刚在深圳举行了自己的演唱会 没错 哇 哇 哇 你看粉丝不是尖叫是惨叫 还有送礼物 来 张杰这边请 来 张杰这边请 今天是我们的拍照时间 来 好 带着你的这个咪咕娃娃哈 来跟我们所有的美女朋友们一起见面哈 好 好 我们近点拍照 OK 大家看到我们张杰手中这个咪咕娃娃 她的这个 张杰可以把咪咕娃娃举起来 跟她一起拍照 成都的一个徽章 对 因为成都对于张杰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 哇哇哇 傻帅萌 我们看看 张杰现在卖萌也是有一招的 对 张杰我们说 我们说真的跟深圳太有缘分了 对不对 刚刚在深圳举行完自己的歌唱 带来给深圳歌迷满满的爱和感动 没错 所以接下来有什么样的音乐计划 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接下来呢我 应该会 开始 有一些其他音乐的接触 比如说 可以跟其他艺人的一些合作 然后 刚刚结束的深圳的演唱会 也很谢谢所有深圳的歌迷 这次在深圳开唱 有什么特殊的收获 或者是感受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 我在深圳唱歌呢 首先深圳的场馆很好 好 谢谢里面的朋友 谢谢 大家现在的歌迷尖叫 要再来一个星星们 我还没 我觉得深圳是一个 应该经常来的地方 因为这里有最 最最棒的歌迷 然后 我也看到 这边其实 有很多音乐的可能性 所以我会经常来跟大家见面 所以我们看到 一个充满着惊喜的程式 总是给你很多的可能性 就像演唱会 诶 有为歌迷准备的惊喜 对不对 那今天晚上的表演部分 会不会也有这样的 surprise给大家 今天晚上应该会 把那个 点击 现在应该超过三亿的一首歌 唱给大家 哇 点击超过三亿的一首歌 要考考歌迷 是哪一首歌 他说星星 你看你真是星星吗 好 所以今天晚上 这首歌也是要带给 所有的我们的 乐迷朋友们 包括我们现场的 电视机前 电脑前 手机前 所有支持张杰的 星星们 好不好 好 我们再次谢谢张杰 谢谢 非常期待你这首 点击超过三亿的作品 加油 好 谢谢 是的 是的 我们也看到了 你看张杰自信满满 对不对 王者来行 没错 点击超过三亿 那我们也期待着 今晚呢 不管是通过我们的咪咕音乐 通过何视频的客户端 通过PPTV 以及通过咪咕音乐的官网 我们可以在各位的支持下 尤其是我们移动4G用户的支持下 我们一定可以超越去年 四千五百零二万的记录 一个记录 没错 再次提醒大家 可能还有不到短短半小时的时间 今天晚上 有我们中国移动旗下 专业音乐机构 咪咕音乐 以及我们的 中国移动通讯集团 广东有限公司 以及真正公司 为您带来的 我们的咪咕会的盛典 马上就要在我们的春节 隆重举行了 是的 那我们也看到去年12月 中国移动正式获得了4G牌照 在短短一年4G商用的时间当中 已经覆盖到了全国的各个角落 我们也看到 我们身后的地图有没有 在祖国的大江南北 4G已经遍地开花 那移动用户都可以享受到4G这样快速的服务 同时呢我们要提醒现场的朋友 您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关注我们的盛典 如果你没有办法清零现场的话 也欢迎您使用咪咕音乐的客户端 欢迎您登陆PPTV 或者通过和视频的客户端 以及咪咕音乐的官网来关注 另外呢在我们网络直播的时候 我们的屏幕下方随时有可能出现二维码 只要您扫描二维码 您还有机会赢得日本北海道双人游这样的大奖 没错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总结一下 你看我们有好看的艺人 好听的歌曲 还有好礼可以拿 希望大家一定要准时锁定我们的第八届 中国移动无限音乐圣野秘姑会的准时直播了好不好 好的朋友们我们稍后再见了 稍后见 谢谢大家 谢谢 好那也温馨提醒现场所有的歌迷朋友 也请各位按援远路返回各个检票口 那稍后呢我们将会在各个检票口入场 来进入碟里的现场观看演出 也提醒各位朋友在入场的时候呢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的咪咕娃娃来合影 我们的咪咕人偶的合影呢 也会稍后出现在演唱会现场的这个大屋上 是 所以请大家赶快抓住